《勇者为王,勇者萧亡,奢靡之死,迟盖兴邦》 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寻找证,继张居正之后再写扛顶之作 《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 再现中国中世纪辽宋金大三国的风云变幻 演播陆建议 第二十局 礼屋仍是一间小客厅,左右两个厢房 陆老关示意左起宫进了左厢房 这是一间书房兼私密会客的地方 左起宫刚走了进去 陆老关就放下门帘 急匆匆地回到堂屋接待韩八经去了 却说韩八经自离开左起宫府邸之后 回到家中已是四更天气 思前律后心绪不宁 天一冒亮就让杂役烧水泡了一个角 又把一身泥泞衣服换掉 骑了一匹马来找陆老关 韩八经一住进燕京城 就成了陆老关如意馆的常客 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 两道浓眉砸得像乱草似的 大凡行事前得问问急匆打探虚实 当陆老关更把左起宫送到里屋 他就推开小伙计 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见陆老关从里屋出来 便骂道 好你个陆老关 屋子里藏了什么主 就把我老韩挡在外头了 陆老关满脸陪笑 八爷 看你说哪门子话 大清早的 你是登门的第一个贵人 老师说 屋里藏了个什么人 真的没有 八爷 不信你自己到里屋瞅瞅 韩八经抬脚 就要踏进内屋的门槛 见陆老关这样一说 他反倒回转身子 挑了个椅子坐下 笑道 嘿嘿嘿 你陆老关 瘦得像片柴 料也不会大清早 弄个婆娘来 做那个够大 陆老关仍是谦卑地回应 八爷 说话也不怕埋太了自家嘴巴 我是黄土埋了半截的人 韩八经一挥手 打断陆老关的话头 粗暴地说 哎呀 没功夫给你扯淡 快 把您的神鸟大仙请出来 这么早就来抽铁 少啰嗦 快 陆老关一挪嘴 小伙计连忙进里屋 拎了一个鸟笼子出来 小心翼翼地 搁在陆老关身前的几岸上 然后又反身进去端了一只 清幼的小碗出来 碗里头放着一些金灿灿的小米 陆老关抽开柳条鸟笼的小门 作着嘴 嘖嘖了几声 站在鸟笼小横梁上的那只小黄鹰 翩然飞了出来 在堂屋里高高低低飞了两圈 看到陆老关一伸手 小黄鹰脸翅做了个滑翔的动作 落在他的掌心 就像固有重逢一般的 朝着陆老关雀跃了几下 然后又偏着脑袋 看着韩八斤 韩八斤嘟囔道 这位黄鹰大仙姑 还真他妈的懂理性 说话间 陆老关一手托鸟 一手端起了 成了小米的清幼瓷碗 朝着小米唧唧唧唧地念咒语 韩八斤心急如焚 嫌陆老关故弄玄虚耽误时间 但考虑到询问天机不可用心不成 所以他在一旁抓耳挠腮地看着仪式 陆老关的咒语念了足有半支箱的功夫 然后将米碗放回基岸上 又将黄鹰放到米碗旁边 让他着实 哎呀 不就让他着点小米吗 用得着这样神神叨叨的 听着韩八斤不满地唠叨 陆老关笑了笑回道 挑个牙虫 都还念个口诀呢 何况是占卜 行了行了 快弄你的吧 陆老关抽开基岸的抽屉 取出足有一扎厚三寸半宽的油纸盘 递给韩八斤说 你先把这些字帖打乱了 重新洗一洗 我熬了药汤 这会儿半凉了 进去喝一口 去喝吧 快点啊 韩八斤接过字帖 一边翻看着 一边胡乱掺插着 趁着这个空 陆老关急匆匆挑帘进了礼物 他把头探进左厢房 见左起公拢着手 坐在椅子上 支着耳朵 听唐屋的动静 忙陪着小新悄悄地说道 客官对不起 来了个老主顾 把你给耽误了 很快就完 很快就完 左起公也想听听 韩八斤要问什么 回道 啊 不急不急 你去认真料理好了 陆老关这才回到堂屋 韩八斤将收拾好了的字帖 又递给了陆老关说 我数了一下 这字帖才一百张 八爷 您嫌少了 是少了点 你再拿一楼来 一楼就是一百张 两百张中抽一张 这黄鹰耗费的气血太多 恐怕十天半月都补不回来呀 哎呀 别给我装了 不就是钱吗 来 这是二两小银锭 够吧 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 陆老关又从机案抽屉里拿出一楼来 韩八斤接过来翻到了几遍 递回陆老关 陆老关将两楼字帖掺在一起 念了一会咒语 递回给韩八斤说 开始吧 好吧 我开始 韩八斤起身站到屋中间 双手拖着那些字帖 使劲朝空中一扬洒 字帖纷纷扬扬 闪闪幽幽 落了一地 黄鹰一见字帖 也就停了着实 扑扇着翅膀就要起飞 陆老关眼机手快把他逮住 拖着他的翅膀神秘的问韩八斤 八爷 你要问什么 韩八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 我要问天做地的去向 八爷 你不问别的 老关 我只问这个 说好了 说好了 好嘞 陆老关一松手 黄鹰竟然兴奋地鸣叫了一声 扑愣着翅膀飞了起来 只见他在满地自铁的上空 高高低低地飞了一会儿 忽然就落到韩八斤的肩上 韩八斤下意识地用手去弹他 陆老关连忙锐喊一声 把手放下 韩八斤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 僵直着身子说 老关 你的黄鹰大仙要干啥呀 怎么挠起我的肩膀来了 他是吃不透你的意思啊 所以要来闻闻你的气息 嘿 越说越神了 黄鹰在韩八斤的肩头上跳了几下 忽然收起爪子 一个俯冲落地 在满地的字铁中用嘴刀了一张起来 搁在陆老关伸出的左手掌心上 韩八斤连忙凑过来看 一个魂字 韩八斤脱口嚷道 魂 对 魂 陆老关干咳一声 这是从你添加的第二罗字帖里 粘出来的 八爷 你神了 怎么变成我神了 火神什么呀 如果今天只用第一罗字帖 这个魂字就挑不出来 哦 老关 你快解一解 嗯 魂 魂 陆老关沉吟着 八爷 你询问天作地的下落 是的 陆老关双手摸缩着那张写有魂字的字帖 魏眉眉着眼睛半上没出声 老关 哦 你说呀 魂 哦 魂 哎呀 老关 你别卖关子了 八爷 我没卖关子 我没卖关子 陆老关 慢声应着 忽然就收了身子 作着嘴 嘖了几声 正在着实的黄鹰 飞回到他的掌心 他将黄鹰放回到鸟笼子里 让小伙计 提回到了礼物 陆老关亲自起身 从顾子里给韩八斤咬了一碗热奶茶 八爷 口干了 喝口热的 韩八斤接过碗喝了一大口 有些提心吊胆地问 老关 这魂字不吉利吧 怎么不吉利啊 小伙计收拾字节的时候 我瞅了瞅 就这一个字 带了个鬼旁 是啊 云 鬼 加起来 就是个魂 韩八斤心里头 七上八下 嘀咕道 这黄鹰大虾也真是 什么字都不简 偏简出个魂字 陆老关看样子 是找到答案了 他的脸色舒展开来 笑道 黄鹰大仙通灵啊 这个字简得好 简得太好不过了 啊 此话怎讲 八爷 你不是问天做地的去向吗 我告诉你 他在什么地方 在哪儿 应在塞外的阴山 老关 你说清楚一点 啊 你看 这魂字 左边是云 右边是鬼 苍绝造字的本意 是人死之后 灵魂会从头顶上出去 飘在空中 没有肉身 没有肉身寄托的灵就是鬼 鬼不在人体内就会飘在空中 故从云 所以说 魂就是离开了人肉体的鬼 我的天啊 我的天哪 你说了半天 反倒让我越听越糊涂了 老关 你就别绕弯子了 你就直说 天做地 为何在阴山 云上面再加一个雨 就是云中的云 大辽的西京大同 古称云中 云中往南是太行山 云中往北是阴山 太行山为人域 阴山属鬼域 故天做地 藏在阴山无遗 您正在收听的是 雄赵正作品 大金王朝 演播 陆建议 制作人 于丹 韩巴金听后 扎默了一会儿 胡一问道 云中的云 与浑字的云旁 差了一个雨字 那扯不到一块啊 陆老关不加思索地 立即回答道 云少了一点雨 就变成枯云 阴山之外便是沙漠 那儿向来就少雨缺水啊 阴山这么大 天做地会藏在哪呢 不会离沙漠太近 因为那里人烟稀少 补充粮食非常困难 也不会离沙漠太远 因为向西越过流沙 就是西夏国 早就传闻天做地 有到西夏国避难的打算 这么说 我应该去老柳营子一带找他 老柳营子在哪里 在阴山与大青山之间 也叫夹山 啊 这就对了 为啥 为啥 陆老关重复了一句 又认真解释说 你是马石来的 十二石秤中 毛鼠木 木旁之毛就是柳 天做地应该藏在老柳营子附近 好 我去那里找他 韩巴金说吧 脸上张开了笑容 屁股就离了椅子 一副着急出门的样子 陆老关赶紧拦住 说道 八爷八爷 不要着急走 怎么了 我还要赶路呢 这魂字 我还没给你解释透呢 啊 韩巴金又坐回到椅子上 紧张的问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陆老关又往 韩巴金碗里 蓄了一点奶茶 用一种怪怪的眼神 看着韩巴金问道 天做地走的时候 身边带了女人吗 你问这个干嘛 你不方便回答吗 哦 我想想 呃 她带了皇后 还有两个妃子 侍女也有好多个呢 天做地的宫眷 一定遭受了什么变故 是吗 韩巴金有些吃惊 一定是的 陆老关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云上头缺雨 就是说 天做地现在缺云雨之欢 俗话说 哪片云才不下雨 天做地这片云 如今缺乏雨水滋养 这是不祥之兆啊 天做地碰到什么事了 韩巴金自言自语 我得赶快找他去 陆老关趁机问道 八爷 你现在跟着萧太后 不也干得挺热闹的吗 干嘛要去找天做地呢 韩巴金叹了一口气 回道 老关你有所不知啊 昨天耶律大使护送萧太后 到天开寺与南朝的同贯谈判 不知为何谈崩了 也不知道谁放了一把火 烧了天开寺 趁着慌乱 耶律大使挟持着萧太后 出了谷北口 陆老关一愣 连忙追问 这么说 燕京成了一座空城 韩巴金说 城内城外 加起来也不足一万兵力 等于是空城 陆老关又问 那军阳关那边呢 张绝大帅父子二人 应该守得住吧 如果没有他 金兵就已经进燕京城了 趁军阳关还没失手 咱得先走一步 你们倒好 想逃就撒蹄了 可苦了燕京城的百姓 韩巴金回答说 要逃就都逃吧 出了燕京城 条条道都是活路 关家兵也走得 老百姓也走得 见韩巴金如此说话 陆老关心里堵得慌 索性就把话头撩开了 八爷 魂字还有最后一截 你说 云失去了鱼 等于是没娘的孩子 把云去掉 只剩下一个鬼 这鬼 这鬼如今加上你 就是雪上加霜了 老关 你这是什么意思 鬼字 把腿伸长一点 怀抱一个消字 就成了这个字 陆老关说吧 用食指 沾着奶茶 在鸡岸上写了一个消字 嗯 这字我不认识 咋念 还念消 啥意思 山消是一种短尾巴猴子 你没见过吗 韩巴金摇摇头 陆老关接着说 这山消 专吃小鸡 野鼠为生 见到老虎 就跑到树梢上躲起来 老关 你不是转着弯骂我吧 不是 你是我的财神 我骂你干嘛 陆老关眨了眨眼睛 鬼觉得说 我这是在说天做地呢 你说天做地 天做地成了山消 只能躲在深山里了 也就是说 大辽国的气数尽了 老关 说话留着口德 你看看 我身上还带着天做地 亲赐的香玉弯刀呢 你可以割我的脑袋 但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 你说 大金国皇帝阿古达的身边 肯定有高人 嘿 陆老关神情严肃起来 正色说道 大辽国建国之初 以铁为国之象征 大金建国以金为国之象征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 金都要圣铁一成 金克辽 这是天意 不管你老关怎么说 天做地是我韩八金的主子 我到死都不会背叛他 八爷如此忠勇 老关拜你一拜 陆老关说吧 真的就离席 朝韩八金深深一一 慌得韩八金赶紧还一 说道 老关老关 时候不早了 我这就打马出城了 情况紧急 我也就不留你落客了 八爷你走好 老关 咱们后会有期 韩八金说吧 已是闪身出门 陆老关赶到门口一别 看着韩八金一溜烟骑马走远 陆老关这才反身到内屋 左厢房去寻找左起宫 他抬脚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便喊来小伙计询问 这位客官呢 小伙计说 是不是从后院走了 陆老关走到后院看了看 后门被拉开了栓 虚掩着 陆老关开了后院门探头去看 只见背街的小巷子里 清静无人 一双脚印在雪地上通向巷口 他关好后门 又问小伙计 这人啥时候走的 应该不久 我听鸟龙进来的时候 他还在厢房里 这是何方神圣 形势如此诡秘 陆老关摇头苦笑了笑 夺回礼物 私存着韩巴金透露的消息 琢磨着 要不要出城 避一避祸乱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雄赵正作品 大金王朝 演播陆建议 制作人于丹 监制傅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